大家好,我是肖狠 在英國的愛德華時期 在那個時期很多的大戶人家都已經不是公爵或是伯爵 而是那種經商致富的生意人 在那個時期社會的貧富差距很大 然後那些大戶人家他們都會擁有很大的莊園 莊園裡面都會聘請很多庸人 而庸人都有專屬的工作 分工是非常的細的 今天就讓我們回到1910年的貴族莊園中 去體驗看看當女傭的一天 既然都要體驗看看了 那我們就來體驗看看當最低等的打掃女傭吧 在那時候的庸人也是有分地位的高低等 那大致上是這樣子分的 最高就是管家 然後再下來就是男女主人的貼身庸人 然後是打掃庸人 洗衣庸人 廚房庸人 然後跟洗碗庸人 大致上的位階是這樣子排列的 那有些地方可能會分得更細 或者是階級會有點不太一樣 那分得更細的話就有可能是說 每個房間都會有專屬的庸人 然後把自己穿進馬甲 穿進制服 梳好頭髮 戴上帽子之後 就要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了 你每天的第一個工作就是要清理爐灶 把爐灶清理乾淨之後 你就要開始煮水跟燒茶了 在煮水燒茶的這個時間 你也不能閒整 你就要去把比以上層的其他女傭叫起床 像是其他的打掃女傭啊 廚房女傭啊 洗衣女傭啊 你要去把他們都叫起床 叫他們說要準備開始起床工作了 在庄園中男傭跟女傭的生活空間 是徹底的分開的 在有些比較嚴格的庄園裡面 甚至男傭跟女傭是不准有任何的交流的 那女傭負責的工作大概就是 煮飯啊 打掃啊 這類的工作 那男傭的話呢 就是負責一些出活類 還有相關的儀式典禮的準備工作 那這種家庭幫傭的工作 很多都是代代相傳的 就像是外婆啊 媽媽跟女兒 都在同一個庄園裡面工作 大家都起床之後辛苦的家務工作就要開始展開了 打掃女傭們就要開始清潔打掃整個庄園 身為最下層的打掃女傭的妳 就要開始刷洗地下室還有廚房的地板 那所有的打掃工作 都要在主人一家下來吃早餐之前完成 所以壓力其實是很大的 主要的房間啊 像是客廳啊 書房啊 飯廳啊 更是一定要打掃得非常整潔 那所有房間的窗戶一定都要先打開通風 在那個時期每個女傭都會分配到專屬的工作 而在那時候 他們並不會就是輕易的交換工作 或者是互相幫忙 而身為最下層的打掃女傭的妳 除了打掃之外 當然會被分配到最麻煩的工作了 也就是生活 在那個時候每個房間都幾乎有火爐 所以你要把每個房間的火都升起來 但是生活並不是想像中這麼簡單的工作 你要去拿火種、煤炭、木材 還要把那些爐壁給清理乾淨 就是把那些煤灰給清好之後 才能把火好好的升起來 升好了之後 你還要時時刻刻注意 不能讓火熄滅 那生活那些煤炭都黑黑的嘛 所以你會搞的臉啊、手啊 身上都是黑黑的 所以這個工作在當時是非常不受歡迎的工作 就是沒人想做 所以就會分給最下層的女傭去做 變得黑黑的你可能想說 那不就洗一洗就好了嗎 在那個時代可不是這麼簡單的 在那個時期 傭人幾乎不會天天洗澡 大部分都是一個禮拜才洗澡一次 而且洗澡還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因為傭人他們又不能使用浴室 所以他們要用桶子把熱水提到有浴噴的房間裡面去做使用 那洗完了之後 你還要自己把那些髒水給他提下樓去倒掉 所以真的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們大部分都不想要做就是去生火的工作 把自己弄得這樣子髒兮兮的 那當你刷完地板 還要好不容易生完所有的房間的火之後 你還要趕快回到廚房裡去幫忙 在那個時候 廚房可是忙得不可開交的 廚房女傭在那時候要開始準備其他傭人要吃的飯 那比較高階的其他傭人就要開始去擺放主人的餐具 還有早餐 把他完美的擺在桌子上面 那快八點的時候男管家會去叫男主人起床 替男主人送報紙啊 信件啊還有早茶 然後順便還要事後男主人整理衣容 還有換穿衣服 那貼身女傭的話就會去叫女主人起床 替女主人送早茶 放洗澡水 然後也是一樣要幫女主人梳妝打扮 其他的家庭成員就依性別 分別有男傭跟女傭叫他們起床 那小孩的話就有保母叫起床 在那個時期貼身傭人可是非常重要的 家境富裕的人在出去旅行時 一定都會帶自己的貼身傭人一起去 一個在1920年代曾經擔任過 美國富豪的貼身男傭的人 就曾經回憶到說 一個優秀的貼身男傭不必等主人 告訴他說該為旅途準備什麼 他自己就知道 他會為主人準備好 就是可以參加任何場合的衣服 像是桑禮跟舞會 任何場合都要準備 而且他們在旅途中根本就沒有時間休息 他們必去打理好所有的一切 連他們的皮鞋都必須擦亮到 可以在緊急時當鏡子使用 早上8點主人開始吃早餐之後 你也好不容易可以在優人廳裡坐下來吃早餐了 從早上4點多就起床到現在 終於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 而那時候優人的活動空間大多是在地下室 所以地下室都會有個庸人廳 讓庸人在那邊就是稍作休息或者是吃飯 但是在吃飯的時候其實壓力也有點大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那時候還要注意就是餐桌裡 不是隨便就坐著吃就好了 他們的位置也不能隨便坐 要按照就是庸人的位階排列去做 而且吃完之後 你也不能隨意的離開 你還要請示男管家或是女管家說我可不可以走了 然後才可以就是去做其他的事情 那庸人們趕快吃完早餐之後 這時候貼身女傭就要趕快去幫女主人整理頭髮 還有換衣服了 那這個工作他一天最多可以做到六次這麼多 除了基本的就是早餐袍 午餐禮服 午茶袍 跟晚餐禮服之外 他還會因為主人要出門去不同的地方 或是有不同的墓地也要做不同的打扮 所以真的是非常花時間的一件事情 在愛德華時期那時候的貴族女子 他們每天平均都要花四小時以上在梳妝打扮上 就是為了要讓自己看起來就是完美無瑕 很雍容華貴的樣子 那大概九點的時候 所有的家庭成員就是雍人啊那些 他們都會一起到大廳去集合 男主人會帶領禱告 然後會宣布一些就是 家裡面該注意的事項 或是即將要舉辦的活動之類的 那這個時刻也是下層的雍人們 像是那些廚房傭人啊洗碗傭人 洗衣傭人 他們唯一可以就是到上面來的機會 要不然他們平常都在地下室工作 那也是唯一一個時刻大家可以見到彼此的機會 要不然大家通常都是不能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的 那女管家在十點半左右就會去和女主人討論 就是這幾天的餐食呢 還有接下來莊園會辦的一些活動之類的 那討論完之後他就要趕快去準備今天一整天的食物了 因為像是晚餐就有五道菜這麼多 所以根本是一早就要開始準備 那如果要辦宴會的話 食物更是高達要20到這麼多 所以根本就是前一個禮拜左右就要開始準備 所以真的是女管家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忙 那身為打掃女用的你現在要準備幹什麼了呢 你要趕快去各個臥房 把那些床單都換洗下來 他們房間裡的床單都是要天天洗過換過 重新鋪過的 在那時候的傭人他們的生活幾乎都是圍繞自己的工作區域 而且他們的房間也不是一人一間 就是多人食用一間 所以他們根本就沒有什麼隱私也沒有自己的時間 可以說真的是非常高壓的工作 那在愛德華時代其實一天最重要的時刻就是吃晚餐的時刻 所以他們的午餐其實也吃的就是相對比較簡便 就大概只有三道菜 那吃完之後貼身的傭人就要去幫主人又換衣服了 那其他傭人就要開始又是清理餐桌然後打掃 然後就是午後時光了 午後時光這些庄園主人們就會開始做各式的休閒活動 像是賭博啊賽馬啊開車啊 那不論是哪種活動都有應該要搭配還有應該要穿的服裝 所以根本就是一整天都在穿衣服 真的是也是非常的忙碌 說到這你可能已經覺得這些傭人未免也太忙太累了吧 根本就是一刻不得閒 他們到底有沒有休息時刻 這理想的話是有的 就是在下午大概兩點到四點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比較不忙他們可以稍作休息一下 但是這是最理想的狀況 通常他們根本就是事情做不完忙得要命 尤其是你的庄園裡面有客人來訪的時候 有客人來訪的話 午餐吃完之後你還要準備午茶 然後還要就是比較豐盛的晚餐 所以是很忙的 而且還要一直換衣服 就是午茶要換一套衣服 晚餐要換一套衣服 所以就是要一直事後就是主人們還有這些客人換衣服 那換完衣服之後你們還要去打掃房間 就是把房間又整理乾淨 然後還要確保每個房間的火爐都還有在燒不能熄滅 所以真的就是超級無敵忙的 那照理來說 周日是唯一傭人們可以休息的時刻 就是周日早上他們會跟主人一起去教堂做禮拜 然後下午的話他們就可以稍稍微微的放假一下 但是這也是最理想的狀態啦 我覺得大部分的傭人還是要一直做自己的工作 晚宴是莊園裡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辦得好話與否 會關鍵性的影響這個家族的聲譽 所以每個小細節都必須夠奢華 所以在傍晚時刻 每個傭人都會開始全力以赴的努力工作 各司其職的做好該做的工作 像是洗完女傭她就要趕快把桌巾阿餐巾全部都運好 燙平完美的擺放在桌上 那參加晚宴就是像一場表演一樣 每個人都必須要精心的打扮 對貼身女傭來說 為女主人打理好她晚宴該穿的服裝 還有該做的裝扮 是她一整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在辦晚宴的時候 身為打掃女傭的你還是要繼續忙著 你要趕快去每個房間整理好床鋪 拉上窗簾 然後把棉被鋪好 然後如果是冬天的話 你還要先把被窩裡面給暖好 然後確保每個房間的火爐都還持續的燒著 沒有熄滅 所以那時候的女傭我覺得她們腳力應該是要蠻好的 因為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要趕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各個房間去 然後完成各個工作 所以她們腳程應該都還是蠻快的 那忙碌的一天終於快結束了 在11 12點左右 整個庄園就會終於靜下來了 男管家跟貼身女傭 在幫忙男女主人換完最後一套睡覺的衣服之後 也就是可以準備休息了 那在這個時間 其他傭人大概都已經躺在床上睡覺了 那男管家的話 她就是還要就是巡邏整個庄園 確保整個庄園的門窗都關好之後 才能關上所有的燈 然後才能準備休息 忙碌的一天終於結束了 真的是非常累 在1870年代 就有一個庄園女傭寫給母親的信裡面 就有寫到說 每天從生活的那一刻開始 我就要不要開始忙著工作 幾乎沒有自己的時間 然後每天五點半左右就要起床 一直到十二點還能睡覺 真的是非常的累 累到好想大哭一場 那在1930年代之後 英國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愛德華時期的庄園 很多就徹底的沒落了 然後很多的庸人也都遭到解僱 這個曾經輝煌的時代 也就是完全的消失了 好啦 那今天體驗完庸人的一整天生活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應該要知足了 因為這些庸人根本就是 沒日沒夜沒有盡頭的 一直不停的在工作 然後一個禮拜只能休息 半天可能都不到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就算晚上已經休息睡覺了 主人搖個鈴 你也要馬上起床去幫忙 真的是太辛苦了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希望大家還喜歡 下次再見 掰掰